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忙碌了 然后到了隔年的2月吧 又要开始比较休息了 就刚好那个时候截止 对 因为主要保险是有开放期跟关门期 所以通过这个节目好几次你都跟我们强调说 不要忘记这两个时期 我们现在都有这个概念了 所以9月份就要开始了 9月份可能新的保险的一些条例啊规划政策就出来了 是的 美国政府还是有很多规定 有的时候他说在10月1号之前 你们不能够谈任何的福利 所以我们都是闭嘴 闭嘴 然后即使你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动向 你们先不说 是 因为我们都会经过培训的 所以我们在8月9月都是培训 然后10月开始接待客户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健保的专题访谈啊 我们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想请我们的张董事长 好好地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加州健保 也是平时我们经常说的Cover California 对不对 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细节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想知道 那第二块呢 我们广告回来呢 将会针对65岁以上的这些民众们 来聊一聊这个白卡和这个红蓝卡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 那第一块呢 我们真的是觉得 最近啊 比较动荡嘛 因为疫情的时候 大家的工作啊 收入都产生了变化 所以呢 在疫情的这个关系之下 没了工作收入啊 使用白卡是依据当时的收入高低而定的 所以当时有一些朋友因为没有工作 所以他就有了白卡嘛 因为健康保险还是很重要 如果拿白卡去看诊 一旦像现在后疫情时代 疫情好转了 我又有了这个雇主 有了雇主的保险 政府到底会不会要我返还使用白卡 当时看病的那些医疗费用呢 三不五时都有很多的类似的情况 他有一小段时间拿了白卡 因为失业了 那当然符合拿白卡的条件 当时是符合的 可是呢隔了一小阵子的二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 他又有工作了 对 那又回到职场呢 你当然因为收入的关系就要把白卡停掉 对 假如就在这个短时间里面用了白卡 是小的门诊挂号费 小的检验费 我想应该不成问题 假如说是有一个大的开刀 那这种的费用问题是有没有在55岁以后用 55岁以后用还好 55岁以前用还好 他不算 55岁以后用 55岁以后用的白卡比较产生了大的医疗账 但等到你百年以后政府要追讨 某人过世之后 他才会要讨 对 跟谁讨 你多多少少有遗产 比如说有小孩有自清 你要把这个钱给到小孩 我觉得政府要扣除那一块 政府会发信给这个继承人 然后说某某人用了医疗费用要还钱 所以逻辑上理论上来讲白卡并不是免费的 不是免费的 我们都以为是免费的 对 在生前的时候他不跟你算 生后再跟我算 对 除非我也没有遗产我也没有后代 所以这个就要小心 这个就要小心 白卡理论上来讲严格的讲他并不是免费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如果他正好真的是55岁以后 他在疫情期间有三个月用了白卡 而且还开了个刀 可是他现在有雇主了 可能雇主的保险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credit 就到时候 可能跟会计师到时候商量一下 你后面怎么做吧 你的遗产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这边有第二个问题 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 物价实在是太贵了 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30年的最高点 那就有些朋友会担心了 那现在的医疗成本也涨高啊 那明年的这个医疗保费 会不会也很贵 那么之前我们都知道 会有这个加州健保有不用钱的 一块钱的 零保费 请问还能不能有这个关键点在哪里 那2023年会不会涨 好 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来咨询这个问题 当然大家都很关心 因为今年为什么保费这么低廉 是因为有一个美国援助法案 American Rescue Plan 是跟疫情有关系的 跟疫情有关的 拜登政府不是提供了多少兆的钱 那有一大部分的钱跑到加州 原来如此 有一大部分的钱跑到纽约州 这两个州都是美国的重中之重 那这两个州呢 包括我们加州呢 就有很多的补助款 使得今年的健保费 非常的低廉 那很多的 我们很多客户都拿到零元钱的健保 那明年呢 我们估计 现在政府还没把这个盖子掀开 但是我们已经陆续拿到的资料 明年的保费 会高 会高 因为补助款少了 大概会高百分之多少 目前我们不好讲 不能说 目前不好讲 但是呢 保险公司已经给了我们一些资讯 一些potential的一些东西 你看得到了 明年的会涨 应该会涨 但是呢 因为这个的由政府来决定吧 我们不好说 对于大家来说也好嘛 反正今年大家都有得到过帮助的话 所以那如果这样说 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比如说例行公事的话 今年可以多去看看朋友 对不对 是 有些什么事情就在今年把它给解决掉 对吧 这是我主持人的建议 不是我们保险专家的建议 好 那很多华人都非常喜欢用白卡 甚至会有人觉得白卡是免费的 那刚刚我们第一个问题也谈到了 其实也不是 大家要focus一下 那么白卡呢 有分65岁长者的白卡 也就是这个红蓝卡 加上白卡 之前我们节目也做过 那么65岁以下的这个加州保险的白卡 原来是有两种白卡的有什么不同啊 白卡白卡 它长的是一样的 那没有差别 发卡的部门也是一样的嘛 发卡部门也像加州政府给的 但是呢你得到的条件不同 在65岁以前呢 你的白卡来自于收入 你收入高 收入低 有了白卡 那65岁以后的红蓝卡加白卡 这个白卡建立在你的资产 那资产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收入是属于资产的一部分 那资产里面还有包括你的汽车 房子 你有没有人售 你有没有AERA 你有没有401K 你有没有股票 Anyway你名下只要是有钱都算资产 对 甚至于手上带的是个劳力士表 这个都是资产啊 那明年呢 政府说了 联邦政府说 要符合白卡 你的资产可以到13万 哦 高了 提高很多 提高了 从2000元 就是把你所有的东西加起来13万 那这里面还要小心 我稍微提醒一下 有没有海外资产 它也其实按照法律上来说 你的一个资产 只要低于13万 你就可以 可以申请白卡 申请白卡 那我以前以为好像他们还有人说 你银行卡里一分钱都没有 就1500块 其实13万 原来是2000 2000是吧 现在从7月1号开始 13万 已经是13万 差那么多啊 那看来会很多人会拥有白卡 好 原来是这个原因 好 那大家到时候去看一下资产的部分 好 那么每年这个申请加州健保的时候 其实我们年轻人会遇到 我们都会推广说 营94计划特别的好 那最近呢 也有朋友收到这个政府的信啊 要求提供收入证明 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嘛 如果不理他 没有收到信 不去理会这份信 会不会有罚款 哦 要理 绝对要配合政府的要求 我往往会提醒大家 政府不会寄广告 政府寄给你的信 必然有意义的 有目的的 那政府老实讲 营94的计划 收入的范围很窄 嗯 跟白卡到营94 这个范围只有600美元 对 你一不小心就白卡了 你收入会这么幸运吗 这么lucky的就在这个600元里面吗 所以呢 加州政府已经开始注意了 嗯 你的收入是不是正确的 嗯 是不是经过特殊安排的 嗯 使你在健保上面可以拿到营94 听说现在政府连营下一个高档的是营87 听说现在加州政府连营87都在注意了 哦 你的收入是不是有刻意的符合这个收入范围 OK 所以这方面呢 假如收到了信件 务必要解决 嗯 政府要你提供最新的45天的收入 嗯 你赶快提供那有困难就要找像我们天宁啊 这种比较有经验的保险经济帮你解决 你假如说自知不理 嗯 你会面临一个通知信 嗯 我把你的月保费的补助款全取消 你付全额的 哇哦 那就是几百块上千块的 那就日子不好过 OK 所以呢 收到这个政府 哎 一般都是什么部门会给他们发这个信啊 就是加州健保 哦 就会那个有蓝色title的那个 好像是 它有一个符号 有一个符号 OK 大家要看一下啊 加州健保 好 那么这边还有两个问题啊 我们先问一下 HMO呢 计划行之有年 大家都很熟悉如何使用 那么雇主保险提供HMO计划 和个人买的加州保险的HMO计划 还有这红兰卡的都叫HMO 哎 他们三者有什么不同呢 嗯 好 顾名思义 HMO是一个保险的制度 是一个系统管理式的 也就是说你要参加一个医疗网 有医疗网里面有签约的医生 跟医院 那这些呢 就构成了在你家附近看病的一个模式 你不能够到没有签约的医院 比如说我们住在洛杉矶 你说我有一个好朋友 好医生在圣地牙哥的某某医院 太远了 超出范围了 你不能去 你可以去自费 对对对 所以呢 这方面HMO是一个管理式的医疗制度 它有它的优点 可是呢 缺点 它的医生 就被限定了 你中医的医生 专科医生 有没有在这个网络里 网络里 那没有 你就要自费 所以这方面呢 是大家要晓得第一个 公司的雇主的HMO呢 很可能它有一个大网 HMO保费贵 它有一个小网的HMO 保费便宜 那雇主当然以省钱为目的 他签的是小网的 而你中医的医生 有没有在这个小网里面 你得去看一看吧 你事先要做调查 对对对 在加州健保的HMO 加州健保的HMO 医生比较多一点 可是有没有在你的网络的系统里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往往你要了解的是 专科医生 专科医生有没有签你 这个网络的合同 在红兰卡的HMO呢 红兰卡的HMO 类似于加州健保的医生 所以这个两个的差别倒不大 问题就是 你要倒过来先问医生 对其实你要问医生 你在哪个网里 我在去买哪份保险 对不对 如果你有中医的家庭医生的话 对不对 OK 那我们就理清楚了 今天呢非常荣幸 我们的会客室呢 请来了我们的保险专家 我们的天庭保险呢 张总市长 跟我们分析了健保的种种啊 还给大家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建议 我们平时在心目当中的这个疑问呢 你都帮我们解答了 就像你在我们的无事不登三宝店 给大家的这个帮助是一样的 那当然了最后呢 还是要一起喊出你们的口号 天庭保险 我帮你 让我帮你 电话号码就在下面 大家有什么需求 就可以找他哦 我帮你